镜头转到香港,今年中国新年期间适逢夕阳情人节 拿下全球最佳主题公园的香港海洋公园 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情人节活动 除了有温馨浪漫的情人节套餐 并手办吊车火速约会 邀请百名单身男女乘坐吊车 让他们在浪漫的旅途上寻觅对象 粉红色的法式香槟鸡尾酒 为浪漫甜蜜的情人节晚餐揭开序幕 一道道精致的菜式 由前菜的初恋的滋味到煮菜温柔的爱 最后以甜点无尽的爱画上完美句号 净鲜巧思 除了情人节套餐 还要公园今年手办货速约会 并将与云霄节及中国情人节当天 邀请约50对男女参与吊车速备活动 提供共解两年的大好机会 海奔浪去到山峰的浪漫那里 需要大概十几分钟 那么每个车厢里面就安排三男三女 那么在车厢里有十几分钟 大家就互相迎接下 另外不少著名酒店也推出各式情人节套餐 位于铜锣湾的皇冠假日酒店 推出情笔干间的情人节套餐 将日本爱云县四款特产蜜干的香甜味道 融入菜式中 让情人们留下甜蜜的回忆 新谈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